11月14日晚上 G20峰会东道主印尼 在巴黎岛巴东 英路达维斯努肯卡纳文化公园 举办欢迎晚宴 多国领导人身穿印尼传统服饰 参加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举办的晚宴 但是美国总统拜登 和德国总理舒尔茨等部分领导人 没有出席 峰会当天早些时候开幕 维多多呼吁团结一致 采取具体行动来修复全球经济 尽管在战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 这是俄罗斯今年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 G20领导人的首次会晤 俄罗斯称入侵乌克兰是一次特别军事行动 早些时候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峰会上发表虚拟讲话表示 现在是在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基础上 公正地停止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的时候了 警方导人的首次会晤 长期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